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我们先看乐冻的第一段短片 我叫乐冻 今年25岁 现在就职于一家银行旗下的金融服务站 虽然我自己的工作是做理财这方面的 但是自己并不善于理财 几乎是有多少用多少 之后自己又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小饭店 最后由于经营不善也倒闭了 还有每次和同学朋友一起出去聚会 在结账的时候 虽然大家都抢着买单 但最后付钱的总是我 自己平时比较喜欢运动 在初中的时候 自己曾经进过专业队 之后由于自己脚受过伤 开过两次刀 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足球生涯 但是在其他运动方面还是有所见数 比如说桌球 自己参加过大的小小的比赛 公开赛 上海市俱乐部黑八联赛 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 我人称浦东第一杆 人称浦东什么 浦东第一杆 我在浦东那上打标 你这话敢说 敢吧 你没看见 那浦西第一杆再见 不是浦西第一杆 我就跟你说 这么说嘛 就是上海那个各地区第一杆 我都认识 那你跟浦东第一杆打过吗 没这么没打过 我知道一男老师 斯诺克实力很厉害 那你有这么厉害吗 我斯诺克实力 但是我主打美式 厉害到什么成功 你说出来 让一男老师判断一下 我最好的是连续清台六次 可以叫浦东第一杆吗 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 有人打球吗 二号沦东前一你打球吗 你说你是浦东第一杆 可是我比赛从来没有见过你 你没有参加过浦西的比赛吗 我参加过 然后我上海市的一般公开赛 俱乐部黑八联赛我都有打过 公开赛最好成绩是前十六吧 那我们有空去调 好 同球约球了 对 固动情中我也不是一般人 你什么水平 我就是两肝轻 我基本上状态好的时候 基本上就一肝打完 可是你是男生 你要让我职 可以 让你职职 你让我两三职就好了 你俩在这儿约局 好了 抢四抢七来说 我觉得固动情 既然她这个爱好跟你这么相似 我觉得你有必要好好了解她一下 两个人一块打球 对不对 就像那个李娜跟老公一样 李娜跟江山 江山是她的陪练 也是她的出气组 你将来打赢了很高兴 打输了也会很高兴 很好 好 接下来我们三十秒快乐快答 大屏幕滚动起来 请 有请三号 四号 六号 有请三位 男嘉宾你好 你好 那你喜欢怎么样的女生 小女人当中带点成熟吧 好 谢谢 想问女嘉宾就是平时去夜店吗 从来不去夜店 好的 谢谢 我想问啊 如果你的女朋友也不会理财的话 你要怎么办 我们可以试着一起 那你的女朋友如果不会打桌球 她也不想学 你会不会逼她去学桌球 我应该不会吧 然后我就会随着她自己的个人爱好吧 对自己玩哪个步 眼睛 谢谢 你的理财是为了以后要你管钱 所以才会去学理财的吗 没有想过以后我来管钱 然后我应该会把钱 都给我以后的老婆吧 如果两个人发生矛盾了 你是喜欢冷战呢 还是就是当天就解决呢 可能会冷战 那最后还是会解决沟通这样子 好的 谢谢 不会理财的人 是不是因为财太多了 我看你说你自己老买单 这个买单是你自愿的吗 没有了 就是平时和朋友同学一起出去吃饭聚会嘛 就是在路上的时候 他们都说得很好 然后你们不要抢啊 今天我来买或者谁来买 会有人这样先说的 会的 我朋友里面有这些人 然后就是 然后到买单的时候 就一下子人抢了嘛 然后他们坐着也不动了 然后我抢着买掉嘛 然后 但是一般情况下 这种事情经历一两次之后 就不会跟他们吃饭了 没有 他们是我的好朋友 我觉得他们也不是有意的吧 那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你觉得 我把他们当好朋友 我觉得是这样的 买单的人两种 一种是慷慨 还有一种是 二 大家认可的成功人士 百分之一百是喜欢买单的人 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喜欢买单的人 小时候我从来没看到你买过单 什么呀 那我们没有一起吃过饭吗 那你现在开始请我吃饭 好 没问题 这个都是 都没问题 我觉得就是 可以很热乎的那种事 一到买单打起来了 最后不得不有人借尿顿去买单 就是说 我终于上了厕所 里面有厕所 你终于干嘛 你要买单是吧 又打一顿 这种朋友圈 我才觉得有意思 但是如果女生遇到这种情况 你们怎么办呢 男朋友 是最好不要管这堂事 还是挺身出来买单 觉得要挺身出来买单的 请举勾 觉得不应该买单的是 一号跟四号 我想听一下四号女嘉宾 四号 我觉得一次两次是可以 但是自己男朋友要总是买单 我也不是特别喜欢的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买单 没必要买单 那如果旁边的服务员 脸色已经很不好看了 或者隔壁桌在看笑话 你觉得这个时候 男朋友有必要买单吗 可以不用全买啊 也可以 可以站起来 讲过大家说 那我们的A好了 对啊 是这样 你觉得呢 就是前面 他肯定做不出来 我觉得他这个性格 就是我们来扶回来 对吧 就以目前我的情况来说 暂时还做不到话 也就是说 你这样给他们买单 买了多少次了 你有数过吗 大概五次里面 大概三次吧 那么多朋友 你一个人买了 一半以上的单 我觉得朋友比较重要 那也得是值得交的朋友啊 朋友 朋友 那现在有话要说 以前你是什么那个 婚后你的钱会给女朋友来 就是给老婆来保管 如果要买单的没钱怎么办 我会上交一部分 我自己会藏一点私房钱 比如说外贩什么钱 如果通通上交的话 那我出去的话 不是老板 就是很没面子 就是说你是不是 那种就算你钱工资拿得少 你还是会去买这个单 以前应该会吧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所以今天他通过节目 把这事给说出来了 你觉得电视机前 看节目那些哥们 他们知道是在说他们自己吗 他们应该会看节目吧 他们会看节目 对 那你怎么能说呢 你既然是愿意买单 你这不应该说呀 其实我心里早有这个想法了 可以通过这个节目 通过这个节目告诉你们 间接地和他们说一下 你跟他们说呀 你跟他们讲呀 你跟他们讲呀 你来吧 你跟他们说 看节目的朋友啊 我的朋友啊 以后出去吃饭自觉一点啊 不要老是让我买单 对 顾莎 所以你看 很成熟的吗 对对 所以他完全不是 对 他是一个康慨的人 只是他忍了蛮久了 需要说出来 我要说 小师 其实我真的是喜欢买单的男人 起码在性格上 我就最见不得小气男人 就说了买单 就手里拿钱的时候 抖抖画画的 这种男人没出息的 对 不买单的男人搞不大的 就是不合适 光买单的男人 也不一定能搞大 对 但是搞大的都是爱买单的男人 是的 是的 好 买单这话题我们进行到这儿 继续看第二段短片 我之前有一段比较深刻的感情经历 他是我公司的同事 在和我女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我女朋友有些事情不是非常值 喜欢拐欧抹角 记得有一次他发了一张他同事新买的一款包的照片给我看 和我说这款包有多好 当时我也没有当回事 事后才得知 原来他也非常喜欢这款包 在之后的交往过程中 他觉得我不大能够懂他内心的想法 为此两个人的隔阂越来越多 也经常吵架 最后分手了 大家这里赠你 前女友暗示她说这个包很好看的 怎么那么漂亮 这能是一个暗示吗 义男哥哥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女士 挑战 我觉得现在我们都不能称为暗示或者名士 这种动作我们称为下单 下单 这个直接你要做的工作是购买 但是他之前说自己那么喜欢给兄弟买单 这一会儿女朋友喜欢一个包 为什么你就没买呢 当时我自己有感觉 其实他是想让我帮他买的 然后其实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 你就直接和我说 然后我觉得如果还要拐弯抹角的话 我觉得这样感觉 两个人当中有一层隔阂吗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 就什么话都直接说出来吗 女孩子就是喜欢画领子 对 你看我今天 我今天接到了小陈老师一个领子 就是那么多年 不是 那么多年 这个是领子你没接到了 我没有请她吃过饭 对对对 这个我接到了 我全接到了 今天就有饭了 知道了 今天你才做了 现在我给一个好地的地方 好 很多人觉得说就是坦诚 就是什么都说 就是 你脸上发个痘 你今天变得太坦坦了 就是 这很坦诚啊 情形叽力啊 不能这么说 那你要怎么说呢 他跟他说 说 哎呦 长痘痘了 你这两天没休息好 但还是提醒他你长痘痘的事 其实我觉得说话是一个技巧 他呢 我觉得就是说 基本的东西能接受得到的 我给你做道题 你看看这道题的结果答案 你能不能做出来 好的 女朋友给你打电话了 十一长教 我收到三个红包 我三个同学同时结婚一个 是勤俭 勤俭嘛 勤俭对 哎呦 真是 这个月 这个月钱都白赚了 你看 连衣服都 还要穿三身不一样的衣服裙 你看讨厌死了 衣服都没有 他想表达什么 我们还是跟兄弟混吧 买单就买单吧 我来告诉你 一个女生告诉你 我的同学同时结婚了 她是你的女朋友 你明白了吗 哦 明白 哦 不奇怪 我也没有发现出来 哎呦 你这个领字 被那个衣服打岔打掉了 对 油眼打掉了 对 我们这边女孩 再画一些领字看看她 到底能不能够识别 那个前几天 妈妈在弄堂里面 看到我们两个约会了 怎么办呢 买点东西去见家长吧 哎 这个对吗 这个答案对吗 七号 这个领字清楚了 这个听明白了 这个听明白了 哎 那如果你想结婚 你会怎么画领字 啊 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啊 我会直接说啊 直接说 这样说 最好讲 哎呀 那妈为啥她来 提定了我结婚结婚结婚 跟她妈为啥 我不想结婚了 小三十二十年了 小三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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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你呢 你的忙了 我一天应该给你讲 哎 你的头子拿不来 哎哈哈 对 我听过一个最浪漫的求婚 两个人接下班晚了 或者看电影没看成了 有点不高兴 那突然有一方题 我们俩也一起三年了 我觉得 再这样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然后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然后那边就愣了 怎么今天突然提这个呀 然后摸出一枚戒指 我觉得要不然我们还是结婚呢 哇 眼泪啊 对啊 这个地球你好好学着点 可以 老师 刚才我们聊了女孩爱活灵子 但其实相处当中 丈母娘也很爱活灵子 对吧 六号 杨妈妈 我会跟个女婿这样说 我会讲 今天今天她爸爸腰很疼的 这两天天气不大好 就活灵子给她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很明白 就买个那个按摩的东西 然后或者我回家 也可以自己帮她按摩一下 按摩器啊什么 哦 爱撒林自己的干 哎呦 那这个小区万年费又长了 长到四百多块一个 那小区万年费长了 这个太难了 这个 没有往这 这么往自己的干了呀 哦 哇 这个 这个 杨妈妈老师好复杂 大神级别的 这真是 以我这样复杂的大脑也没接到 你看 这个事就是问你家有没有房子 对啊 就回答她 我们家物业费很贵的 六百多 那你房子有多大就知道了 那首先我们讲到这里 问问她好不好 嗯 有家物业费 你的物业费是多少啊 没多少 其实我家房子不是很大 就我感觉 小一点也可以温馨一点 是最主要的 你看 她的回答也深入了一字 我不一定会有大房子 但是我会给你一个温馨的家 我选择我刚才基本应该有没有 好 接下来我们的最终选择 丈母娘和女儿们 请思考 请选择 十四盏灯都灭了 这是个什么灵子呢 这是 四号 邢玉婷 因为开头说她不会理财嘛 而且我本身也不是特别会理财 自己的话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都不会理财 以后就怎么继续下去 你找得好一个好无关轻重的理由啊 这又是一个什么灵子呢 是不是等着男嘉宾来追求她呢 现在大家都灭灯了 你是否还愿意追求当初选择 的宠爱公主 我想追求一下 好 追求她一下 你觉得她是一个爱换灵子的女孩吗 我感觉还可以吧 还可以 不管她爱不爱换你都爱接 对吧 对 她就是 四号 邢玉婷 有请四号 邢玉婷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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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稍稍打断一下 帮她托付一下 邢玉婷 因为刚才你想了一个理由 我觉得那可能是一个不太成立的理由 谁告诉你说两个人里面必要有一个人会理财才行呢 那这个地球上的夫妻不得有35亿的经济师了吗 虽然她看上去傻乎乎的做了很多傻事 可是这就是学习成熟的一部分 如果你喜欢一个成熟的男生 她未来会是 第一 我还再说一遍 我喜欢买单的男生 喜欢大方的男生 第二 他不会理财 你也不会理财 你还有爸爸妈妈吗 你把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是更好吗 所以考虑一下 男生表白 女嘉宾你好 然后今天的话 在场所有女嘉宾我觉得都很漂亮 但是在我眼里 就我觉得我只有你一个人 然后你给我的感觉 你很有亲切感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是我可以给我一次机会 所以我们尝试着交往一下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如果就是你家里面人 不是特别同意我们在一起的话 你会怎么办 其实女嘉宾问到这个问题的话 然后首先我家里人 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吧 因为我家里人都比较就是 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我家里人应该会都支持我的 然后如果是真的像女嘉宾这样说的话 然后我会努力说服家里人嘛 然后就是多带女朋友去家里嘛 然后让家里人看到女朋友好的一面嘛 然后我想慢慢就会接受 行一听 你愿意牵起她的手 试试看从朋友做起吗 说学逗唱嗨老万 一会儿全场晚会了 奇怪礼仪现场引惊呼 尊重长辈的方式是碰长辈的脚 女孩心思实难懂 法国的女朋友 你会不会觉得她们很高 就是明显的啊 外国人眼中的不够直接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二十一点当生活线今日印象 生活大不同 X诊所 二十二点当时尚线左右时尚 对话优雅 爱你爱美丽 星上之夜 时尚制造者 二十四点当文化线今晚文化系列节目 星上纪录片 二零一四星上 爱我生活 策马行千里 玩味中国年 二零一四星上最强企划 中国年味 八小时不间断直播 寻找你的中国年 不同习俗 同样记忆 不同味道同样甜蜜 一月三十二点至二十点 星上频道旅游卫视TVB8联合直播 二零一四中国年味 除夕夜我们一起守岁 星博灯都市女性时尚宝典 每个月一年 三十三次 离开 十四季 一年 五十四年 一年 一年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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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点配的 对的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给我的感觉就是坦诚踏实 今后他们的路怎么走 还是看他们自己吧 祝福你们 谢谢 再见 今天自己很开心能够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嘛 然后有些事情坚持到最后 我想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我之前对男嘉宾印象也不错 看男嘉宾印象坚持我也有点心动了 所以才接受男嘉宾